这个最新变化主要是基隆捷运计划 是由新北市政府执行基本设计作业 为了适度反映营建市场情况 新北市政府将调整计划总经费 从原本的696亿元再增加396亿元 调整为1093亿元 其中基隆市负担额由47.92亿元 调整为72.23亿元 那过程里面 谢市长也积极去协调相关的部会 以及经费的争取 在今年1月31号已经正式核定综合规划 总经费是有698亿元 那基隆市将近分担要48亿元 这个部分已经协调后续会透过 捷运的一个轨道建设基金 来分年编列支应 那另外因为整个基隆捷运纵规核定以后 现阶段是由新北市捷运局在做基本设计的规划 那最近因为逢所谓的缺工缺料以及原物料一个调涨 那新北市捷运局因此去盘点整个捷运建设的经费 目前初步提出来会增加到将近有1100亿元的部分 那基隆市分摊照以往的比例会拉高到将近72亿元 那有关增加这个部分 我们持续会透过相关一个财务计划 以及跟所谓的公营行库来融资支付 那持续来推动我们基隆捷运一个建设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